它規定的檢驗方法 變成你自己要去開發 然後你也不知道說 那個洗衣經加的是哪一種殺蟲劑 或是農藥啊 就是說 你送到檢驗單位 它也 怎麼講 它也在摸索 所以這個東西大概拖了半年多 然後 其實 那時候只發現到一家 就是擺面 有用擺面 那其實 好像也只有廟管家用到擺面 那其他家是加不同的化學物質 那因為 那時候就是只測 測比較篤定有擺面的這個物質 所以 廟管家就 就是 我們先拿廟管家來開槍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再逼標檢區 再去 就是跟祖父聯盟環保基金會合作 用一些策略 要求廠商公告它 公佈它的所謂防蠻劑的成分是什麼 那有的有公佈 有的沒有公佈 然後再逼那個標檢區 去測這樣 然後才 才有一些 目前的進展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最後規定說 那個洗衣精裡面 該不該用那個 加這些物質 那就要去討論 那目前那個國家標準是沒有這樣子規定 所以變成說 我們雖然揭發了這個問題 但是 業者 好像 也拿業者沒有辦法 甚至業者會覺得說 他加這些東西是很理所當然的 因為他講的一個理由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是雅肉袋 那洗衣精 放在這種潮濕的環境很容易壞掉 所以他要加一些防腐劑 或者是這些抗菌劑下去 那可是 可是 如果你是為了要所謂防腐或抗菌 不要讓它壞掉 其實你加 你加那些東西物質 不用加很多 一點點 讓它維持穩定就好 可是他 有的是加的很少 可是他用這個來宣稱說 抗菌防含的效果 那其實這個 有點在過度誇大 那有一些是 像妙管家或者什麼 他加的其實量是不少 那到底他想要達到那樣的效果 可是他 那個東西 這種加法使用方式 會不會造成我們那個 身體健康 也許身體健康沒有立即的危害 但是對於環境 因為洗衣精使用的頻率非常多 然後你每天都是排到 我們的水水裡面 那對於環境的傷害是什麼 其實都沒有評估這樣子 那下禮拜我想說 用洗衣精做案例 然後我就是從頭怎麼去規劃這個專題 還有這個過程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可不可以請問一個問題 我 因為我媽 我媽媽是那個中風的 她用鼻味管 那我常看到那些 那個 不同的養護所 他們灌的那個 那個 灌 灌的那個 奶粉 他們叫奶粉 可是我看在上面 我看不到 因為我們平常吃粉 上面都會寫 這個是 什麼粉 什麼粉 比如說杏仁粉 什麼粉 加起來混合起來 一包 可是它那上面我看到的 都是 化學的 東西 所以我想知道說 這個給 這些 病患 或有需要的人 吃的這些東西 到底是食品還是 是食品 是食物 是食物還是食品 這樣 那 我想要做這方面的 調查的話 報導的話 我應該怎麼樣去 去做 因為我完全 對這個東西 沒有什麼概念 但是我只是這樣一個 擔心 他們給我媽媽吃些什麼東西 這樣 那有沒有可能就 就跟你母親的那個 診所 就是聊天 然後我們去的 他就說 人家來推銷嘛 就一包一包的 那你有沒有辦法取的 那個樣本 這樣子 然後就是 他為他吃的那個東西 一包一包的是什麼 包裝 從那個包裝 包裝上面有寫成分 但是我看起來都是化學的 那個東西 而不是像我們平常 買什麼食股粉上面寫 是什麼什麼什麼 有一些 對 有一些他標示是 的確會寫那個 化學成分 就是他算是食物做的 他還是會 用那個化學成分去 去製 因為我們吃的東西 其實也是有機化學的東西 那 所以 我一直說 就是先看能不能先取的那個 他的標誌帶 然後你可以先去研究那個成分 是怎麼來 也許 那個是也許大自然裡面 本來就有的化學成分 就是說 如果是 如果是 如果是直接食物 調配的 沒有價格 我不相信 他會標示化學成分 為什麼 食物中 一個食物裡面的 化學成分太多了 對不對 你怎麼會那麼笨 說標的成分 你是標的 就有兩三種食物 就標示 那兩三種食物的名稱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說 先拿過來 對我就看一串 真的是 好大的篇幅 三四十個化學物質 那我 我根本沒有辦法理解這個化學物質 為什麼 為什麼我媽吃的東西是個化學物質的東西 有可能我來猜 就跟那個嬰兒奶粉一樣 這些是 特殊 就是他人 或者吃的東西 他基本上不是單一的食物 他就是 就他可能會去 就像嬰兒 就叫 formula 就是說 他知道可能 比較欠缺 哪一類的營養成分 或者是什麼 他去加 可能去加一些那個 比如說你去看那個 營養強化奶粉 那可能 或是高鈣奶粉 那你會看到 好像是碳酸鈣 還是什麼 就是你看它的成分 可能會看到一個 碳酸鈣 然後很多奶粉 因為現在奶粉很貴 就是真的完全用 那個 他叫乳固形物 去做那個很少 那他可能一半是乳固形物 那另外一半是加那個 叫什麼 叫 對對對 那個麥芽糊菌 或是 對這種東西下去 那麥芽糊菌其實也是 好像也是 就這種 食品加工的 是從玉米來的 還是從一些提煉來的 那有一些 就是他可能是那個 配方式 其實那個應該就叫食品 不是食 嚴格來講 就是說 那個醬養生都會鼓勵我們吃那個食物 食物是那個原型 那食品通常都經過了 就是加工過後 那那個其實應該算是食品 那那種東西 我不知道 這些老人家吃了到底 OK不OK 有時候 身體機能有問題 叫他完全吃食 就食物他可能沒有辦法洗手消化 或者他可能不能去吃 可能只能吃食平均 像培育館衛食的人 我相信他可能是 淘汰的特殊的食物 量很小 但是 要夠他們所謂的營養素 能夠維持足夠的營養 對 他不是普通的 普通的那種 他食物很沒有必要 也許他吸收了 好 謝謝 我要幫老師控制時間 不好意思 大家幫老師 謝謝 那如果有問題 隨時可以 對啊 所以想想下禮拜問 這樣子 可以先回去臉書搜尋 文豪的理解 幫文豪 如果大家對那個洗衣 其實洗衣精這個事件 目前還在發展當中 然後也遇到一些困難 就是沒有政府單位要管 國外對這個事情 你說不是台灣自己發明的吧 其實很奇怪 就是我在查 比如說 百滅 應該說 百 廟管家加了這個防蠻劑 他有一個品牌 叫Health Guard 這個東西 那我去查Health Guard 那 他建議的使用範圍 比如說你可以用在那個 化學線裡面 裡面加一點這個防蠻劑啊 就是讓你的衣服 或是 製品 有時候你那個床墊進去 讓它有一點那種 防蠻的效果 或是說 用在環境清淨 就是說 地毯 就是 反正是清理環境用的 但是 沒有一個功能 是叫你加來洗衣精裡面 那唯一能查到說 百滅瓶這個使用 在衣服上面 就是 美軍 或是有一些國外製品 他那個做防蟲的外套 你去野外嘛 然後 要防蟲 那你這個外套 是可以弄一點點 百滅瓶的成分 但是他 美國那個環保署 也有規定說 那你在洗這個 有百滅瓶成分的衣服的時候 你要跟這個內衣 內衣分開來洗 就是這種成分衣服 我們最好是單獨去洗 他雖然說 評估說 你透過皮膚吸收進去 百滅你的風險很低 這沒有錯 因為用的量很少 然後你又不是直接接觸皮膚 當然 不會有那個風險 他是這樣子 用你的使用方式去評估 那可是他既然有標示 告訴你這個衣服洗的時候 要跟貼身衣物洗分開 就表示他還是擔心這個風險 那我們是直接加到洗衣精裡面 那一般人可能像 那個醫生跟你講 那個小孩過敏很嚴重 所以要防蠻 那大家其實真的防蠻 蠻的來源不是在衣服上面 因為你常洗不會 是在你家裡假如有地毯 或者是毛絨的那種床啊 沙發 蠻是躲在那個地方 那你反而是要親人的 而不是蠻的來源不是在衣服上面 那可是很多家長就會擔心 所以 搞不好這種什麼防蠻洗衣精 加的量就會多 甚至還手洗 那其實這個殘留在衣物裡面 尤其是小孩子的衣服 如果殘留的話 那涉入皮膚到吸收的那個風險 就會更高 那 就國外沒有人這樣子用 那可是只有台灣把它 我目前發現是台灣這樣子加 那我不知道搞不好大陸是不是也是這樣子搞 或是 因為我不曉得 那就變成說這樣子 現在就變成說那政府單位又 因為環保署不管 所以這個是商品不會它管 然後那標檢局又說這個環保署 在前端那個化學物質的管控 如果不做禁用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限制說 他不准加到洗衣精裡面去 然後他說如果今天為了 好 我列了一條就是 CNS的關於那個洗衣精 定了一條說不准添加百滅 那是不是以後 他去加其他的東西下去 是可以 就是 反而是掀開了一個那個 潘朗拉的個子 就是兩種模式 一個是 我按照政府的規定來添加 一個就是說 你添加的東西 你自己能夠證明 你做過什麼實驗 能夠證明 就安心 對不對 這兩種模式 那廠商現在就是 比如說 你政府沒有規定 我就添加 我一直說我加了這個東西 他一直說 這個藥劑在其他 我可以拿來做醫藥用 我其他領域都可以用 那我為什麼不能加去洗衣精 可是問題醫藥 我 我不是天天都有那個 他說百滅磷是可以治療戒瘡 戒瘡 就是我如果是有 身上有戒瘡 是蠻充飲期的 我是要塗這個藥 可是我們一般人 不是天天都有戒瘡 我幹嘛要加這個東西 那廠商會用這種 似似而非的那種 論點 然後去混淆 下次再 gran cort 謝謝 穿 leadership 謝謝 station 谢谢大家